HELLO 大家好,這是Nexus 然後我們今天要講的是漫畫的部分 漫畫 神奇太寶 Boy 他們全名其實叫神奇太寶 Boy 然後我們不確定Boy要放在前面還是放在後面 然後在大陸這邊就是說太子 太子型 太子型 我不確定就是這個太子型 好,那神奇太寶這個漫畫 相信大家小時候都很有印象 然後他的特色就是說 血,心,色情,暴力 三個都沒有 三個家長最不喜歡的東西都在這個裡面 但是這個就是靠這個賣點 然後他獲得了很多人的知識 然後畫了也畫了很久 他畫了快40個 忘記是40還是50冊 還是說沒有那麼多 反正就是他 他用這個特色來去 梅澤春人就是他的名字 梅澤春人用這個的半畫方式去處理 主角是什麼 是日日演輕死 是一個 是一個 非常 攻擊 非常暴力 然後 然後他也不能說特別暴力 但是他 他戰鬥能力很好 他的特色的招牌就是他的 棒球棒 好 那我們來講一下 那今天講的一個部分 因為他 呃 怎麼講說 就是說他 成型太寶其實是非常多 已經非常多測了 所以我講的時候 然後發現好他的 排版 排版上他 比較少 也就是說比較慢 也比較慢去鋪陳 就是 以前的 就像以前那個 漫畫都是說 漫畫 動畫都是說 哇一次就40冊啊 40啊 50啊 這樣子 然後不像我們現在這樣子要 只有被限定在24個動畫 動畫24畫而已 對 換句話說 以前像這種神奇代寶 他比較能夠發揮 把 慢慢的 慢慢的去將那個 一個一個角色給 拿出來 然後 去分享 讓大家 去感受說 這一個人力 這個角色的 他的魅力在哪裡 所以 那現在的漫畫就 比較少 現代的漫畫 較以前漫畫的差別而已 就是說 現代漫畫偏向泡麵 數十面的漫畫 很快很快就把所有的角色 弄出來 譬如說我是追 後宮漫畫 就是我 很快很快 把所有的東西拿出來 把所有的角色 把所有的女人 女一號 二號 三號 公測公測 公略公略公略 然後就 就 開後宮 然後成功了之類的 所以 就大概就講到這個地方 這個啊 大家了解一下 就是那個以前的差別 然後 舊時間的就是差別 就可以慢慢來 好 那 那我們來看一下故事的部分 我不會 來 來 來 這一個前提的故事是 有日夜情 鋼本青太郎 來這個是鋼本青太郎 他的特色就是他 是他夢想 他想要去當一個 他想要去 去法國留學 然後學藝術 所以他就是要出去工作 然後這個就是剛開始的工作時候 他就是說 遇到他的 只要遇到一個就是野青 好 然後這個時候這個 青太郎就是在打工 他就是青太郎打工 就是要倒掉 不小心滑倒 然後讓他打到啊 這也是他第一次遇到的青太郎 然後他這個東西 然後他的那個導板看到之後 就說你在幹嘛你快點拿過來 然後那個青太郎很不爽 然後一口氣把他丟過去 一次三個 三個鋼 三個鋼筋就直接丟過去 好 然後這一個就是第一個角色的 就是第一個青太郎的印象 就是說 很有力 很有力 非常的 攻擊能力非常的好 好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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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個 三星太保他的特色的世界觀 就是說 他很多都是混混 世界這樣到處都是混混 他走去上廁所 你也會被混混打 然後 你去看別人塗鴉走路 你也會被別人收保護費 所以是一個非常混亂的打架 非常混亂的世界 好 來看到 青太郎遇到一個 就是第一個 就是遇到一個 他要去收保護費 然後他 他就不給他保護費 所以就 他想逃走 然後就被打了一頓 然後他就拿走了之後 就看到那個 他先發下來的那個 新鈔 然後 他這東西有沒有講 他的 鋼本 青太 青智狼 他想要去法國 所以他就存那個錢 然後他這個 在不行的時候 來 輕輕 日夜就衝出來 砰 把他單位 直接 打倒 最強的 無視任何體術 無視任何奧義 就直接就是 刺手空拳 然後他就跟他講 跟我講 我是無敵 男子漢 然後他最喜歡就是說 我的目標就是 征服全世界 對 就是他最重要的人 這個人的slogan 他的slogan 就是征服世界 好 然後來看 他就是帶他回家 因為他身體受傷了 他就 他也 需要療傷 然後又晚了 所以就先帶他回家 然後那個時候有 有後背 就是說他這一群 狂魂還沒有 還沒有 要放棄 這個是前面的 埋伏筆 所以你可以看到 很多的那個 起承轉後 漫畫的起承轉後 這一個 泰哲 那個村人的 做的 作者做這個 做的比較好 他有做那個 前面後面 前面跟後面 還有伏筆 都有 都有把它寫出來 這也是為什麼他能夠 成功的原因 好 來回到他家的時候 說這個是他的 這個我不知道怎麼念 日日 日清 然後他是說 他的老爸 然後他的老爸 是老一個老頭子 但是不要看他是一個老頭子 他的 他老爸的人力很強 也蠻 也蠻會打架的 好 然後他就說 他在 為什麼開學期間 就跟你們打架 然後就被停三個星期 然後他就很開心 然後他爸當然很不爽 靠 然後他就輕輕 然後剛才 姿太郎就說 欸我希望有一個夢想 夢想就是去法國留學 然後我希望不靠別人 我靠自己 那這個就是 呃 來 親次郎 親次郎就是我們一般人 對我們一般人而言 我們 我們為了夢想而努力 就會有一段段去努力 呃 靠自己去做努力 然後他就看到 看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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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得也是很好 就是很有很有志氣的男子漢 好 然後你看到嗎 有看到右下角那個 我的 我 囉嗦老頭 我的願望是 征服世界 好 然後來看一下 然後等到隔天的時候 再遇到的時候 被他遇到這個東西 然後他就要去找日日爺 然後他就不講話 他不言語跟他講 所以當然他要被打得亂七八糟了 好 然後他被找到他的手上被寫了 要學習 喔這已經很痛 BS 然後去畫這一個標記 他看到之後 也很暴力 很 也不是暴力 就很生氣 非常的暴怒 然後來看一下 他就把他的所有的塗鴉 全部都亂塗 塗掉 然後他在上面是一個殺 殺掉 然後來看一下 他知道這個的處理 然後他這個知道太子道 這個處理沒有處理 好好好 來看一下 來認得我嗎 他就從日日爺走出來 然後他從 他就拿出來 是我啊 日日爺的 好 他就直接說 我只找那個克制的人 然後他真的都說說 你暈了啊 我們人比你多 我會怕你嗎 然後結果他就說 我不會放過你的 然後他就手上 你看他左上左邊嗎 左邊那個混混 拿出了一個小蝴蝶刀 氣勢還蠻弱 我就說真的 怎麼用小 小很小的 西瓜 他起碼也拿一把西瓜刀 之類的 好 然後來看一下 這是日日爺的招牌 球棒 來看一下 這一個的東西 他就用球棒的 在球棒的支持下 日日爺 直接把對面全部都打歪掉 然後來看一下 他是說我不用球棒 你的刀也不夠看 然後他就一一 講完之後就刺手空穴 直接碰 直接朝對方臉 屁一下 那對面也不是沒畫到 他畫到他的臉了 好 那他有這一個嘛 有 他有這一個 隔天去醫院看到那個 看去看 拜訪 就是也去看那個青智郎 他就看到他的臉 他臉上其實是有傷 就是他看到小崩帶 然後 然後這一個的 他就說 他就跟他罵說 你 因為腿短 所以不要 要多保護自己 然後他就送他一個飲料 就說我請客 然後這個就是前期的冷露塑造 塑造的是 速度上的相當的好 就是說 在這一個世界下 有普通人 也有 有力氣的人 然後有 有那個暴力 也不是啦 就是很有力量的人 他會去做好事情 然後 然後 他也不 那 但是 除了理念之外 還有實力 就是 日日也雖然搞笑 但是他的實力 戰鬥打架的能力很高 所以在這一個混亂的世界 混亂的世界觀中 他做了很多的 做了很大部分啦 那 很大部分的戰鬥場景 就是他去做的處理 那也跟別人說 並不是打架就可以 就可以解決所有的事情 他是有傳達這樣子的概念 就是 這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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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這個漫畫的 那個世界觀 好 好 來看一下 然後隔一天之後 要來上學的時候 他就說 他老爸說 我檢查一下 你怎麼在 你怎麼在書包裡面 在什麼鐵板 然後 然後就說 我怕被打 我要一點武裝 然後他生氣 你去學校到底在幹嘛呢 好 然後他很生氣 然後就 砰一聲去打 打歪 然後木板 然後這次木板就整個被打斷了 然後來看一下 小孩子 他說 他對他日野的老爸 他說 能打到我再說自己是無敵的 然後他那個洞 那個 那個什麼被打了一個洞 好 然後結果他說 我可以 可以 看到 看到這個東西 然後灑水過來 然後再接一招 拖把 拖把攻擊 結果他 他的霸真的把他擋下來了 這就是他們遇到他的霸了 而且他也就斷掉了 前面那個頭還被打斷掉 好 那到學校之後 他們到去遇到 第一個 他說 清太郎 清智郎說 他會 小心 因為這個 這個世界觀眾說 你到處都是混混 你不去 你不去惹對方 然後對方每天都會過來惹你 所以就到處都會被打被揍啊 之類的 很常見 好 然後就馬上就遇到了 然後 他就被揍 然後他要跟他要錢 好 然後才看到他是日野 他們就是被日野修理的那個學長 好 然後學長就要說 要跟他講話 讓他唱過 然後結果是清太郎 清智郎 結果是清智郎 然後 他是要 教訓日野 所以他不讓他過 然後結果是清智郎 所以 那個清智郎 他們就揍清智郎 然後結果那個日野 非常的火大 然後就說 我就拜託 請讓我拜託 投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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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把他們打爆了 然後 當 然後這個他們的東西 讓他們 終於有時間到了 然後結果老師說 你們這個時間已經有點到了 然後他也講一句 老師你說什麼 老師說 啊 Safe 沒事沒事沒事 沒事沒事 好 那就 這一個前期的部分 樓三 樓三是在這個前期的部分 他有一個妹妹 然後我現在講的是 後面的事情 因為他後面才把這個角色介紹過來 然後剛開始樓三建定起來 其實還蠻硬看的選擇 當然樓三後面就變得有點廢 有點 有點媚控 就是喜歡妹妹的那個變態而已 好 好 來樓三那個東西 然後樓三去找日日野的時候 他要跟他去做處理 他說我要跟你去做 單挑 好 那我沒有 也沒有說單挑 他只是說我要跟你決鬥 然後 當然 樓三說 你這樣做很危險 你不要去做這個事情 然後他說 就是 不要擔心 我有一個 我的夢想就是征服世界 我的夢想 我的野心 我不會 在達成這個以前之間 我不會倒下的 好 然後樓三去找這個東西 然後樓三去 就被聽到說 被聽 樓三聽到說 他招了一票的人去做處理 然後樓三 然後樓三 就很不爽被這樣搶 然後來看一下 就到這個東西 有超多超多的人被叫過來了 然後 然後 原本他是說 他們說一定會贏的 結果 沒想到日日野他身上帶了漁網 其實為什麼他會當漁網啊 我也不知道 然後來看一下 他用他的江湖 江湖的那個 江湖的手折 打鬥過去 絕對不會 不會 一個人 一個人手無寸鐵 他一出來就是 用了一個漁網 然後一繞過來之後 繞過來之後 他們全部的人都被抓過來 然後說 你有沒有 他就拿球棒出來 然後看 一堆人看到球棒 就 害怕的 叫說 不要對不起對不起 我以後不會再這樣做了 好 然後回去的時候 看到樓三 把親自打 揍了之後 揍了一頓之後 然後親 然後日野就非常的憤怒 然後去 去跟樓三 樓三那個時候 還有一個什麼三連拳 其實 後面 後來就沒有看過他用這個了 所以一次性了啦 好 然後他當然 結果是被皺扁了 然後全部的東西也被他打爆了 全部人都被他 切滅掉了 非常 攻擊 非常暴力非常強的日野 好 好 然後再過幾天之後 過幾天之後 他們再去做 親自打在做素描 然後他去做 然後到這邊來講 就是世界觀嘛 到處都有 你不去惹別人 別人會過來惹你 然後 你向別人道歉 然後別人會打你 就是這樣子 這樣的世界觀 所以那個上個廁所也會遇到壞人 好 然後再說 有說開玩笑吧 然後就那個 有人上廁所尿屍了 然後來看一下 好 然後來看一下 我們這個沒弄到 因為他們那個東西 是也要打開門 蹦 然後把他撞掉 然後 撞到他的臉 然後那個臉就被撞 撞爛 然後他的東西當然很氣 就要去找那個人的野 因為這邊我沒有截圖到 好 然後這個 然後那個青智郎一樣在 上一樣是繼續去打工 好 然後再回到隔一天之後 他在樹苗的時候 他以為是青智 嗯 也要過來找他吃飯 然後結果結果被弄掉 結果是 好 然後來接一個 昨天的那一個 來過來 昨天那一個 那個這個什麼 小便收費員 然後過來了 然後他就 他就說 你日日也是在利用你 然後他 他不會 他不會去當 朋友的 然後來看一下 下另外一邊 你說說 打開門 然後被誰 被抓住 猜猜是誰 就是日日也了 和我心情 和我心意不離的人 沒有一個是諾夫 好 然後小鬼放我下 我真的要生氣 因為青智狼 因為青智狼 青智狼 他有去運 他有去做那一個打工 所以他的力量其實還蠻大的 但是是純粹的滿力而已 好 然後他去做這一個東西 抱住他之後 然後不小心就這樣子 後空 後翻 後空摔 好 好 那這就是他們弄到這一個的部分 結束了這一個混混 也結束了他們這個混亂的一天 好 那這個就講到這個地方 然後這個當然神奇太保 他很多很多的人物 然後講這一個 講一集之後 也沒有辦法把他全部的都講完 他有很多很多人物 很多很多的塑造 那總之就先講到這個地方 謝謝大家看看